不如這樣吧 我剛才還送一隻股票給你 我想這一刻應該是送騰訊的 前主播小飛俠林彥玲Ruby 年輕的時候因為轉做財經台 才邊學邊開始投資 他坦然剛開始投資的時候 看中某隻股票就會不顧股價衝入場 到現在累積豐富的投資經驗 才發現等待時機原來都是一種策略 有可能不及分中一個人 可以直接ころ即可 就能動成功的壁 先從來新增進码